可以聽到剛剛老師有提到這個關鍵字 老師我知道 因為你一直很看好這個台積電對不對 那有沒有哪些個股 或者是台積電之外 還有相關供應鏈可以被待望的嗎 個人認為台股跟美股 這個已經都非常成熟了 所以你說要股價靜止比說 我在找到價值型的投資 應該不是你是要找成長型的公司 所以這個 今年我要告訴各位什麼 你如果思維不改變的話 你今年還是沒有辦法賺到錢 歡迎收看小資理財藍圖 我是田麗 今天的節目內容 要來討論台股開紅盤之後的行情 今天要來好好的請教一下 我們的議員教授鄭廷怡老師好 大家好 我是議員教授 好 那我們先帶大家回顧一下 台股龍年開紅盤那一天的行情 其實是台積電一度是佔上700塊 然後台股是大漲了500多點 佔為了18600點的關卡 其實台股開紅盤之後的10日 漲率其實是高達8成的 根據過往的歷史經驗 那漲幅也是高達2% 那就算我們把時間拉長到後一個月 就是開紅盤之後的後一個月 漲幅還是有1.38% 那想要請教一下教授 我們這個龍年開紅盤 這個多頭氣勢可不可以維持呢 大概維持多久 那我個人認為我之前來上節目的時候 我就講說18,619 應該第一季就會破吧 18,619 那第四季的話應該2萬點 站上去應該問題不大 甚至於會讓你無法想像的高 那為什麼這樣呢 美國也公佈了他一月份的CPI 那比疫期的來得相對高 但是你這個只能把它視為單一事件 美國的話 如果說要把通膨的目標降到兩波神 這個是相當困難的 為什麼 因為貨幣政策現在的滯後性 它是無償而且非常 這個時間會拉得很長 那這個不是我講的是克魯曼 也就得到諾貝爾講的 這個克魯曼經濟學者講的 但是美國的這很多學者 他們就在1970年代 當時降息之後通膨又復發了 所以他們心中就有一種陰影 但是你要瞭解 如果利率不快點往下降的話 那這個美國的經濟就有可能 如果來到CPI2%的話 那就有可能所謂的 真正的不是軟著陸是硬著陸 所以我認為美國的這些 接受關聯應該也不會那麼笨 那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我要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美國日本跟台灣的股市 都以目前來講美國創新高 日本也接近創新高 那台灣的話我們看起來 今天也是創新高 我們今天也很快樂嘛 那最最主要的話 當然之前我們就講過嘛 我們看到兩大利多嘛 那什麼兩大利多 一個就是台積電的ADR 在2月14號的話 他來到129.27美元 那如果折合新台幣的話 大概811.81元 那我們在2月15號那一天 台積電的最高價是709 那我們如果把這個相減的話 那台積電的ADR 意價大概有102元 那我們把它算一下 他可以再推升台股 大概846點 那如果這樣推升下去 2萬點很快就站上去嘛 再來的話 我之前就用 實在用這個比喻 因為之前我們看到AI 像廣達啦 偽窗啦等等 他漲多了回檔修正嘛 那我就講說 我之前寫了一封信給 我一個喜歡的女孩子 結果他回 他給我回信是說 沒有開始就沒有結束嘛 那我當時就跟大家講說 AI當時只是回檔修正 就還沒開始 現在才正式的開始 所以我們看到 揮打 在我們放假期間的話 之前的話 我們大概大概不到500塊嘛 就很難突破500塊 那突破500塊之後的話 那我們在 新春開紅盤的時候 他已經來到739元 那這個當然就是會 帶動AI相關個股 再在台積電 我之前一直在講 他的滑收會裡面 最主要告訴你兩點 第一個就先進製成的 佔了他的營收 大概應該六七% 再加上他未來幾年 營收的成長 大概二十幾% 那我們看到一月份 公佈出來的 跟我們一起都是一樣嘛 所以台積電 該不該漲 當然該漲嘛 QE這些錢還存在 也就是說我們過去的話 看是聯邦基金的 利利的升降 來決定資金的多寡 那但是2008年 在2020年 那個QE 無限量QE之後 這個整個形態都改變了 所以有資金 有一個產業 這個產業是會改變我們人生 所以你不要用小格局 去看台股跟美股跟日股 想要再請教一下老師 你看好台積電的 這個理由是什麼呢 我剛才講到了就是 如果你是成熟製成的 那因為整體來講 這幾年這個建廠的話 供給應該會大於需求 所以你像聯電相關的 先進製成的話 這些相對應該比較 不是我們想像會那麼好 但是對於先進製成 你看台積電的三奈米 看起來也沒有什麼 別人也沒有辦法跟它競爭嘛 那將來又到2奈米 1.4奈米 那這個對台積電來講 旁人無法超越 對 獲利的話應該會 節節升高 那這個節節升高的話 獲利上來的話 那它的股價就會往上 這個是很簡單的 而且它是前世代最有競爭力的 一家半導體公司嘛 你是看好它會到多少呢 現在今天已經創到709了嘛 那我認為之前 大家都講說 送你到千里之外嘛 那我個人認為新運財 也是有可能到 送你到千里之外 對 佔上一千塊嘛 年內有機會是不是 我認為今年應該 機會相當的大嘛 那因為我們一夜份看起來 台積電已經公布出來 已經說就如同我們一起的 它增加了20%以上嘛 那這個如果繼續下去的話 我想這個應該連底的話 那整個如果美國又降息的話 多一點資金又進來的話 那我個人認為非常有機會 剛剛老師有提到 那個關鍵字 老師我知道 因為你一直很看好這個台積電對不對 那有沒有哪些個股 或者是台積電之外 還有相關供應鏈 可以被待忘了嗎 那我一直跟大家談到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最喜歡講的是新運財 那新運財就是特用化學 但是很多人當然會看到 化工股的話 就好像最近看到新運財一直往上飆 我們在錄影的今天 它股價已經來到646 是創歷史的新高 那我個人認為它應該會追過台積電嘛 台積電的話大概700塊嘛 應該會追過 那為什麼我這麼看好它 那畢竟你要了解 到了3奈米之後 那真正的競爭力不是在 所謂的我們機體電路 真正是在特用化學 如果你去回憶2022年 日韓之間有摩擦 那日本怎麼樣去對付韓國的 它就是韓國需要用特用化學 它不供給韓國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就知道這些特用化學多重要 尤其半導體的清洗劑跟光阻劑 那以目前新運財的話 它本身來講 當然是半導體的清洗劑為主 那在日本的話 大概有5家左右 最主要是在做半導體的光阻劑 但是新運財將來有沒有機會 做這個當然應該有這個能力 這個是因為2022年的話 台藝店看到日本用 特用化學來對付韓國 當然之前喊到 我們台藝店要本土化本土化 那我看起來 那時候才真正的開始本土化 所以未來的話 新運財對於半導體的清洗劑 提供給台藝店之後 那將來它的後利越來越增加 因為你要建造一個廠的 所謂的半導體的光阻劑 大概要100億 所以當它賺到錢 應該未來幾年 它有機會變成我們本土的 半導體的光阻劑 那時候就很可怕了 這一塊熱是很大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看好新運財 也就是說台藝店衍生出來 當然還有很多的供應鏈 但是我就最喜歡這一檔 因為我對它了解最深 清洗劑 特用化學 你剛剛說到的嗎 接下來再請教一下老師 那除了這個剛剛有說到 這個台藝店半導體 那還有沒有哪些是今年的 這個投資的主旋律 比如說有一些產業趨勢 AI 電動車之類的 哪些個股可以留意嗎 那我認為就是說你如果 今年的話要投資當然是AI 那AI我之前就講到說 廣達如果它的股價站上季線 季線之上 那季線往上揚 你就可以再買嘛 那之前再修正 那現在已經又離季線分年了 那廣達當然是OK 但是我個人認為 有關於電動車 那這方面的話 我之前一直在強調 跟大家分享的 就像我們所謂的先進光 那先進光的話過去它是最主要是 我們講到它是Mac 就是這方面的鏡頭的一個供應商 但是今年的話 它有增加所謂的主人辨識 重點來的特斯拉的單 應該它有收到 就是他也吃到了特斯拉的單 對 除了這之外的話 他們的老闆在尾牙當中 也講到明年應該 有拿到蘋果的 我們的前鏡頭 這個鏡頭 那如果它是特斯拉的概念股 又蘋果的概念股 那看起來 未來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都有利多 再加上明年的話 如果開始量產蘋果的單 那我認為這一檔個股 以目前兩百多塊 那想像空間就非常大了 那這個是我們講到車用鏡頭 那車用的話 我們還有看到的就是 講到的就是有關於 那個融創 那融創的話我們今天在跟大家分享之前的話 那我們看到剛好今天剛好漲停板 那這一檔 為什麼我們講這一檔呢 因為你看它一月份的 AGE營收增加了 AGE增增加40.34% 連增38.24% 那第二個重點是說 它Mini LED的話 前面會採用在AI的PC 以及車用面板 那這個AI我們講到AI就有機會了嘛 那之前融創的話 它為什麼在去年 就2023年相對 第三季之後才轉虧為盈嘛 那最主要就是說 之前它做的都是 所謂的3C產品嘛 那現在我們認為它 應該去年的第三季 它的毛利率大幅的提高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認為它已經進入的 也就是說它在車用的 Mini LED跟Micro LED 這方面的話 應該站的營收會逐步的往上提 所以這個就對它的明年的EPS 應該轉虧為盈的機率就非常高 所以我們就看它的 2024年一月份的話 它有一個子公司 紅華先進電動車開始交貨了 那這個當然就會有助於 它公司車用產品的出貨量 那車用的產品應該是從 2023年佔它公司營收的10% 提高到30% 那過去喔 那2025年的話 應該我們估計應該到50% 這個毛利率會大幅度提升 那除了這之外的話 過去我們看到融創的話 為什麼會虧錢 最主要原因是它2015年 就開始買有關於車用的 要製造車用的Mini 跟Micro LED的一個設備 那這個設備的話 每一年都要體力折舊嘛 那過去的話每一年大概 體力折舊在1.5元 那到了2024年應該就開始不提累這些所謂的折舊嘛 那這些就變成它的EPS嘛 所以這一點 那2024年的話 我們預估它的營收會比2023年大概增加30% 那毛利率的話 從我剛才講到了去年第三季它是23% 那將來如果到35% 那所以你想毛利率提高 再加上它的營收增加 那當然今年我們預估這個給投資人一個參考 它的每股營餘應該就有機會挑戰3.5元以上 那這個是我們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融創 這個是有關於電動車裡面的 我們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的 那當然我們又講到有關於PCB 進行的話 為什麼我們講到這一檔個股 那進行PCB的話 各位你要了解到說 它本身來講如果 加動力不是很高的狀況之下的話 它的後利就沒有辦法跟上來 看到它2024年的一月份的話 營收年增15.3% 它是創15個月來的新高 那重點來了 2024年的駕動力 從2023年大概8成嘛 那它會提高到9成 那在台灣的話說實在它的廠 全部都是滿的 那當然它現在的話 很多訂單就移到泰國 那泰國的話 在這種狀況之下 泰國應該2024年就開始會獲利了 那我們到2035年的話 要了解到電動車應該就會替代 所謂的燃油車的比重 會大幅度提高 那當然這個對它後利 當然就是會很大的幫助 又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電動車的PCB的版層數 叫燃油車的大概增加3倍 就PCB嘛 但是價格增加5倍 如果你又加上所謂的自動駕駛的話 那這個可以高達10倍 高達10倍 那如果你看到最近日本的豐田 那再來歐系的或是美國的福特 這股價都創新高 那這個對它來講是有 也就是說對PCB的需求 就會大幅度的一個提高 我們大概可以這麼講 2024年它的毛利可接近大概20% 那我剛才講到 只要它的駕動力能夠到九成 甚至於到100%的話 這個毛利又會再提高 那單位的營收大概可以到18億 那你看它一月份的營收 已經大概接近18億了 那你就看到2023年的年增利大概15% 那我們一估2024年大概它的EPS 有機會挑戰5塊錢 5塊錢 那這個重點我們剛才講到融創跟競捧 我們講到的是像競捧的話 它EPS有機會來到5塊錢 融創有機會來到3.5 重點是後面繼續成長 如果說我們今天只有說今年賺5塊錢 明年不知道 那相對的 就沒有一個延續性 對 就沒有成長性 你是說是有成長延續性 對 你如果用股價的平價 某是沒有成長性的話 它的股價就相對 我們不能用本益比很高給它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都可以注意到 OK 老師剛剛總結一下 AI部分它是看好廣大 然後先進光的話 是不是有Mac鏡頭 本來就有支撐 然後拿到特斯拉的這個大單 那蘋果也可以拿到它的訂單 所以是可以支撐它整個獲利的表現 然後車用是這個 PCB 鏡棚跟融創 都有六大點是看好的 因為它這個低價股 那每次我在講的 有時候他們講 那個200多塊高價股 我們一般的小資質 這個低價的可以留意一下 對啊 那個新應產 那事實上你們也可以買零股 用零股來投資也是OK的 對不對 沒有錯 OK 你是看好融創2024年 是EPS有機會到3.5 然後鏡棚是有機會挑戰5塊錢 對 挑戰 重點我剛才又強調 未來還是繼續成長 未來還是有這個成長性 不是說今年配那麼多 明年就讓人家失望 有沒有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是有成長性的 對 520要就職了嘛 總統就職 那接下來有沒有一些政策概念股 可以發動 比如說綠能 軍工 生技這些呢 那個精工的話 最怕就是說 我們現在立法委員的話 沒有過半嘛 三黨不過半 會不會吵 我們不知道 對 但是它的營收跟後立要跟上來 重電股的話 力能這一塊的話 當然我們世紀崗以前我講過 那時候也不到100塊 現在200多塊 對 那我以前最喜歡講的就是華盛 那時候20幾塊 那講了五六年 現在大概500塊左右 但是我個人認為回頭應該 我們可以去看 我們剛才講到的低價股 就是說 流逸 對 我們之前想 講華盛的時候才20幾塊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 那將來有沒有機會我不知道 但是我個人認為 這個將來的發展的 一個空間很大 那你說華盛 重電那些 像我們亞利來講 它去年前三季也賺了1塊9而已 對 那它的股價也接近了 曾經接近快100塊了 那我個人認為這個相對就是 你可以回頭看未來的產業 那它現在還是低價股 我認為這樣 對投資人來講 相對會利益不敗之地 會比較好一點 OK 那錄影前面 老師有跟我聊了一下 就是那你怎麼看 這個列準會降息的呢 就是降息的10點 大概落在什麼時候 你說跟前幾次比的話 大家都忘記QE這個關節 那我之前認為說 它是降息會在3月份 但是這一次就是說 看起來應該是會到下半年 那我個人認為 美國經濟數據會不好 也是第二季以後才會不好 那第一季因為有去年的 它的一個財政政策 來支撐它現在的經濟 還有刺激延續到這邊 那所以我剛才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我們在過去的話 也就是說美國降息在2000年 從6.5降到6%的時候 那我們台股的話 從10393 跌到所謂的 這邊可以看一下對不對 3411嘛 那我們又在2008年的時候 那當時美國從5.25降到4.75 那台股的話也從9859點 跌到3955嘛 所以台股今年的話 在回黨修正最有可能的 10點是什麼 美國開始降息 所有的媒體就開始會講 過去的話2000年 美國聯邦基金的利率 開始降息的時候 就代表景氣不好 所以它從1039這樣 跌到3411嘛 就會用這兩次的經驗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剛才已經強調過說 過去只有用聯邦基金的利率 在調節我們整個資金池 那這個資金池有錢的話 那股票就會往上漲 房地產往上漲 債市會往上漲 那以目前來講QE的話 還有7兆多的資金 在這個資金池 你說大家忘了QE這個關鍵 根本沒有想過 根本沒想到 這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強調的 所以你看這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 我們美國還沒降息 準備要降息 那台股就從18619 跌到15685嘛 那跟過去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以前是開始降息嘛 那這一次是 準備要降息就開始跌了 那跌了之後 都還沒降息 那台股又來到18000 又創歷史新高了 這個最主要的 後面的靈魂人物是誰 QE 這個是各位要了解的 不要說 因為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你投資一定思維要改變 那我一直在強調 過去我們講說 過去怎麼樣怎麼樣 那過去的話 18世紀經濟行軟是40年一次嘛 那20世紀的話 經濟行軟是7至10年嘛 現在經濟行軟是2至3年嘛 對不對 那過去的話 我們的產業不多嘛 但是這一次的話 有什麼很大的不一樣 這是一個跨時代的人類生活的 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AI嘛 所以你的思維就要變嘛 所以過去台股只要上萬點 大家就真的說非常危險 因為在過去的話 沒有實施QE 所以只要台股來到1萬點 也沒有幾次嘛 大概四次而已嘛 但是2017年上萬點之後 一直到現在都保持在萬點以上 甚至於已經來到1萬8619 當然大家看到這麼高的 但是過去台股店只有50塊60塊 現在台股店已經到700塊了 結果說完全改變 所以你要有正確的思維 沒有你在這個市場上 一定不可能會賺到錢的嘛 對 你說下半年才有可能開始降級 會降幾嗎 你說6碼有幾碼嗎 我認為6碼以上啦 6碼以上 因為你現在來去談這個事件 大家都會講說 他一月份的CPI的話 比疫情的來得高嘛 但是真正的經濟數據 會相對比較不好是 第二季跟之後嘛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縱使他的調降的次數比較少 但是幅度會比較大 那我們最近有沒有看到 兩年期的公債直率來到4.5嘛 那我個人認為到年底的話 來到4%的機率非常高啊 那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的 兩年期公債直率跟聯邦基金的利率 是一步一七 如果他降到4% 那聯邦基金的利率也要來到4% 那5.5減掉4%大概1.5嘛 那就6嘛 甚至於如果萬一他的經濟 很大緩轉的狀況之下 我認為降到7碼的機率非常高 不要用現在一個一月份的單一事件 來看今年的整個 全局 整個美國降息的速度 OK 那如果他衰退 應該要觀察哪些就業嗎還是 他經濟數據很多啊 其實也不用去看那麼多啦 我就剛才講到了 只要這個QE 這個錢還在 這個劃時代的產類還在 這個都不是重點 你只要買對了產類你就會贏 他 我就跟你講說 他這樣幾碼只是 我講一下 就增加一點點資金而已 那事實上這個資金就很多了 那這個當然對於債券的影響會比較大一點 對股市我看起來 這個有7兆的美元 在這個整個資金池 再加上日本還是一個寬鬆嘛 歐洲的話之前的一個QE政策 也沒有什麼收回嘛 所以我個人認為啦 就是說你顯對的產業 那今年應該有機會讓你賺到一筆不錯的財富 那當然很多人會提出很多警告 那這股票市場一定有不確定的因素很多嘛 就每天都會有嘛 那這個只是看你的智慧嘛 看你的智慧要顯對的產業 因為顯對的國家 我個人認為你要虧損的機率就很低 你要創造財務的機率就很高 那你如果投資錯了國家 投資錯了產業 那你人家在賺錢 你也不會賺錢 甚至於會大虧損 降息的時候 因為媒體一定會這麼講嘛 大家就經濟不好了 經濟一定是衰退了 對 他應該是會回檔修正 但是那個回檔修正的幅度會很小 會很小 回檔修正幅度大概會 這個我沒有辦法預測 但是你要看他漲幅有多大 但是這個回檔修正只是說 媒體上彼此前用過期2000年跟2008年的經驗 會用這樣的經驗來看這一次 但是這個回檔修正是漲多的回檔修正 那真正的台股 我就講說 1萬8000點只是一個主生段而已 那不是 初生段而已 主生段的話 應該會在第四季上演 為什麼 因為第四季美國要選舉 那選舉 所以現在已經創新高了 那在做 不管用什麼方式 什麼思維 所以回檔修正理由一大堆 但是就是漲多回檔修正 那我們講到這些半導體一定會帶動的 就我跟剛才講的 帶動的整個美股跟台股往上衝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所以第四季的話會更精彩 第四季是更有可期的 高點可期 2萬點突破之後會漲到多少 當然沒有一個人可以預測 那只是說錢是聰明的 那你要知道錢跑到哪邊去 如果你買的國家不對了 你投資的產業不對了 你到了2萬5 2萬3你還是虧錢 那我舉個例子 你如果有些人還在投資中國 那中國跌得很深的 很多人會用一種思維說 跌深的就最大利多 但是你要講到說一個 如果經濟它是一個正常的循環 那如果說經濟不好 或是資金池的一個變化 造成說它的股市往下跌 那跌深的當然是最大利多 但是如果它是一個結構性的改變 那就不一樣了 你這個時候你在用這種思維的話 你當然買這個國家 人家都在快樂你不會快樂啊 那你當然我一直在講日本 有機會印度這個我之前就講的 但是對我來講我不會去買這些基金 為什麼 因為我就直接買台股 因為台股 日本往上漲台股也往上漲嘛 因為他們半導體很好 我們的半導體也很好 那我每一天可以看到我的股票 是有機會看到的 然後有分享了一下 包括一些具有話題 然後想帶業績成長性 或者是綠能電動車這種產業趨勢的題材 相關的個股其實是可以留意 那最後再請教一下這個教授 有沒有一些就是投資的建議 可以給今年就是投資人一個策略 看你是一個保守者 還是不是一個保守者嗎 如果你比較保守的話 我個人認為你還是去買債券 大概你至少持有70%的債券 30%買我個人認為 就是我剛才跟大家分享的相關產業 那如果你本身來講還可以承擔風險的 那就50% 50% 那以我個人來講 我大概債券裡面應該佔我的資金 裡面非常小 投資位 很小 那我大概都是在買股票 但是我的女兒我們現在錄影 今天剛好美國公佈CPI相對比醫學高 他們兩個人又各買300萬的債券 就現在今天早上 就這個樣子 所以 你女兒 對 兩個女兒各300萬就600萬了 那這個是因為他們相對要保守的 我不一樣 因為我本身對這個產業很了解 那我的資金的使用方式 台幅部位有比較高是不是 我很少在買其他 就像說我一輩子不會去存定存的 就是這個樣子很簡單 那因為我們對一個產業 要去投資之前 我們是很深入的研究 那除了這之外的話 我們花很多的精神是一直在追蹤 那如果有一些變數的話 我們當然就會換股 那我幾個例子 過去我們不是說 馬營在講說新零售時代的來臨嗎 我是練財務金融系的 我是在做投資的 那當時我聽到這一計畫的時候 我當然就要開始換股了 那我看到很多行銷系的 那些所謂的行銷這方面的老師的話 他們一年之後才去解釋這個 這個的新名詞 我們不一樣啊 我們是潛在輸贏的 所以我們對任何的一個變化 我們都非常敏感 這是你要在這個投資領域裡面生存 尤其你一直在投資股票的人 必須要有這種敏感的 很敏感的一個投資屬性 好好奇 你的持股比例裡面最高的是什麼產業 我現在最高的 買最多的就是新英才跟賢進光 是你最大的兩個持股 還有進鵬跟那個融創都不少 那個我一般來講 這個只要看過我在談個股的時候 這個產業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新英才我大概200多塊就講 現在已經646了 那先進光的話不到100塊 我就開始在講了 因為我們對這個產業 我們是非常有耐心 我都撲比人家比較久 那所以進鵬我在大概30幾塊的時候 我感到PCB這個電動車等等 未來我們看到因為特斯拉 將來真的會賣的車子 會比Toyota或是HONTA多嗎 或是說福特的嗎 我真的不盡然 因為我們這個老的品牌 將來量產的量會很大 它就BCC要PCB這個產業 我就舉個例子 用進鵬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個我買了之後也買不少 但是我們就放 我還是就放著 那融創也是一樣 這個是我投資的一些方式 你剛剛說的現在先進光好貴 那是不是大家先從 可能零股或者是融創 或是進鵬下手是不是 其實有時候我們投資要有不同的思維 過去我們都會講說 股價淨值比 找到價值型的投資 哪有價值型的投資 那是過去嘛 現在的話台股跟美股 尤其AI又出來 高科力出來 你的很多的資訊 臺灣都已經變成 所謂的完全效率市場 所謂的資訊 只要一點點 甚至還沒公佈 大家知道的話 都已經反映在股價上了 所以根本沒有什麼價值型的投資 在我們做所謂研究的話 我們認為 如果你的股價淨值比第一 就代表這一家公司 沒有成長的機會 我們根本連看都不看的 那日本的話 為什麼它可以做價值型的投資 因為日本過去的話 有失漏10年 失漏20年 失漏30年 所以當時他們企業的老闆 根本不注重他們的股價 所以他們有很多好的老牌的企業 他們的獲利非常不錯 但是他們股價相對就在低 所以他們股價淨值比 在這一次還沒漲上來之前 大概應該有50%以上的企業 都是呈現股價淨值比第一 但是他們政府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 就是要提高他們的本益比 也就是本益比 所以他要求這些老牌的企業 獲利不錯的 必須把股價淨值比拉到大一 這個就是公司治理 那大一所以這些公司就實施了庫長股 或是用的方式就是我配息配多一點 那你看這些已經改善了一半以上 那所以日本還有大概一半 大概20幾%的企業 他的股價淨值比還低 那但是我個人認為台股跟美股 這個已經都非常成熟了 所以你說要股價淨值比說 我在找到價值型的投資 應該不是你是要找成長型的公司 所以這個今年我要告訴各位什麼 思維要改變 你如果思維不改變的話 你今年還是沒有辦法賺到錢 好今天很開心邀請到這個議員教授 鄭婷儀老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對今年台股趨勢的一個見解 那他有建議的比較保守的投資人 可以七成的債券 然後贊成的股票 那更積極一點可以五一五波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最重要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每次上芯片的時間喔 小字底下藍圖 我們下次見 掰掰